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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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逆龙之源 时间迎光幕见到逆龙师傅 Hello 你好 师傅 今集我们讲一讲 一些八字的知识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希望在八字 知道自己可能 例如说中年之后 或者晚运好不好 很多人都想知道 为什么呢? 始终人可能到了那个年纪 已经是一个叫做修成期 对不对? 其实都想知道自己的修成 到底到时候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都很渴望 想快点知道 可能知道的时候 未羽囚谋 或者做一些预算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大家一会儿 要听清楚逆龙师傅的说法 但是说下去之前 记得可以在白板 看到上面有一个连结 www.hknuckyname.com 就可以找到逆龙师傅的网站 进入的时候 就会看到逆龙师傅八字命理 初班和中班的线索过程 现在随时随地 大家都可以报名 要把这个机会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逆龙师傅了 好的 谢谢 今集讲一下关于我们的福德问题 有些人都很想知道究竟自己 究竟的福分是怎么样 会不会大富大贵呢 有没有机会发达呢 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呢 是两样东西的 第一样 要看下我们前身 有没有种了一些好的种子 有没有播种 有没有做过一些好的事 再加上我们今生 是的 我们有没有播种做一些好的事 或者经常做一些善事 或者发出一些善念 是的 如果以佛学来说 我们在说 那个念 就已经是会产生了能量 未必要 所以要去到行为 那个念已经是出了就出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恶念出来的话 那些不好的磁场 自然就会黏起来的 那这个善念出来的时候 那个好的磁场自然就会 一样是这样黏起来的 是的 那所以佛呢 要积极的 是的 就好像我们用一个沙 去在沙滩上建一个堡垒 那样 你要把这些沙慢慢一些些堆上去 还要去压实它 是吧 整理它 是做一段功夫 这样的佛分才会强的 是的 好 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八字里面 看到一个人的福分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八字里面有四个名词 第一个叫做贝禄 第二个叫做建禄 第三个叫日禄 第四个叫归禄 是的 这四个名词 其实这四个名词代表什么呢 哦 原来它代表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自己的命 那个五行 我用一些蓝色笔 如果你的命的五行 譬如是金的 这样才算 是的 是吧 在连柱下面有五行 都是金的 大家同阴同阳 譬如大家都是阳的 或者大家都是阴的 这个就叫做贝禄 是的 贝禄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如果你跟着金的命 有些朋友可能未学过八字 不知道的 不过不要紧 总之你知道是同阴同阳的金就可以了 根金的命 遇到这个新字 又是这个阳金 就是大家同样的东西 是这样叫贝禄 贝禄的意思就是 哦 为什么叫贝禄 原来跟那个禄 贝道而词 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福禄受的禄 是福分的意思 原来那个禄在连柱那里 我们就说 哦 原来你的福分 在你的祖辈那里 他已经享受过了 到了你这一辈 你要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修为 靠自己的积德 不积福 去创造你自己更好的人生 给了一个这样的提示 我们的 所谓贝禄 和那个禄 背道而词的意思 如果这个禄是在禄 在你的率生的月份 计出来的 它也是同阴同阳 和五行的话 这个叫贝禄 贝禄的意思就是 是你的父亲辈 那时候父亲 他呢 就是 会有一个 机会 去 这个 有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其实是二分一而已 所以建禄 来说 你的福分 是有二分一机会好 二分一机会是差的 但是如果 差起来是极差 可以上来是极好的 我们有句口诀叫 月令建禄 这个月柱叫月令 家无祖屋 月令建禄家无祖屋 就是贫到连祖屋都要买卖 那就是没有屋住 那你说很大事 好 细续下 如果这个禄 是在这个日柱下面的 我们叫日禄 或者叫做禄 这种禄来说 那个福分 就较为好 这种福分较为好的 即是这样 由这个所谓 这个福分年那里 较为不好 月就是一半一半 日就是较为好 那时又怎样呢 如果大家同阴同阳的五合 在事件上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叫做最好 这个最好 这种叫贵禄 是的 原来士柱 我们这一柱 还有个名字给他 就是福德功 是的 在其他术数里面 也有一个叫福德功 他们很注重福德功 是的 如果福德功好 即是先天的福分 是较为强 较为好 其实八字路也是这样 一看事柱 如果是龟六 这个福分 先天生出来 已经是较为强 是一个最好的了 好 这个其实之前也说过 不过我习数 可能很多朋友 没有听过 不要紧 我还有东西 要和大家分享 好 就算得到龟六之后 我们再可以再细分 因为士柱是福德功 如果一个八字 算出来 是新药的 新药 而在士柱那里 我们算出来 是见到财星的 不论正财或者偏财 只要见到财星的话 如果你是这个八字 你万年千万不要去做投资 不要去客人买JPG 是的 银行叫你买那些叫做 什么兄弟 女马兄弟那些 你都千万不要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 买了这些东西 想着退休金 赚多一些利息 到晚年就真的 晚年都不保 知道吗 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 就要看自己的八字 不要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 就是重点 如果是新药 士柱是见到财星 不要做高风险 因为这个福德功 在士柱 我们晚年的时候 新药是不喜欢见到财 所以我们的新药最好是什么呢 印星 摆尾 师傅 那个见的意思是天干还是地支呢 这个见六这个 你提及到士柱见财星 事但上面或者下面 都是 如果成柱财星 就更加大件事 更加要小心 不论政财偏财 财在上面又在下面 新药到了晚年 千万不要再去做投资 你宁愿去银行就这样 食息好了 定期 有钱 如果不是的话 真的晚云不保 所以这个福德功很重要 我们算命 很多人就说 不是啊 师傅我算命看大运的 我看大运 去算命的 No 不只是看大运 那么简单 还要看这个年月日时 这个叫大限 这个有个名字 这个叫大限 我们平时看那些 十年十年那种叫大运 是两样都要看的 并不是单一那么肤浅的 我们这些算八字 是中国的学问好心没有的 其实 你越玩越着迷 好像吸毒那样 上了人就戒不掉 为什么越来越多资料 越来越好玩呢 所以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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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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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 一玩 我那天就和另一位 都有在焦点视频之前 和他喝茶 师傅 喝茶 他就说 有什么兴趣好玩得过 这个 八字 是吧 是 这个 大家 玩开会知道 如果 身旺 大家猜不猜到 身旺 什么摆味是最好的 我说 当然是财摆尾最好 如果你的八字是身旺的话 哦 那你到晚年呢 就叫做 我们叫做 生活 起码无忧 先 你不要说大富大贵 大不大富大贵 都要看看 你 继续你的福分有多少 我经常都跟人说 童年月日时的八字 不会每个人一模一样 倒露出来的 一定有些好些 有些坏些 有些更好 有些更坏 就看你所继的福分是多少 所以呢 就是 输好 做善事 就是 赞美多些人 都是一种 我们叫善事 就是帮人 各样东西都是的 好了 那如果身旺呢 又是了 身旺也是 如果我们就财摆尾最好 我们最不喜欢 就是印这些摆尾 就是一样反过来 我们是这样去看 嗯 那就是 其实身旺来说 我们这些都是 我们这些都是 是的 就是我们叫做 同类的东西都不喜欢 不过 最重要 一定 如果是 呃 身旺 又见到 比劫 而这个比劫 是六 就是同类的五行 同阴阳的 就是比 是的 那就是比是好东西 只是一个劫 不好 那这个是OK的 这个龟六 那这个 都是好东西 是的 我们就是这样看的 是的 OK 所以大家如果就住在八字 或者风水上有不明的地方 其实也欢迎 可以在影片资讯 找到易龙师傅的 联络方法 详细请大家 或者甚至乎 已经踏入年底的时间 如果大家想做这个流年运程批算 也是可以跟师傅进行一个预约的 白板上会看到有一个连结 那大家按进去 就可以找到 师傅八字命理初班和中班的线上课程 大家有这个机会 快点去学习 下一集 我们再和师傅再讲讲其他话题 好的 多谢多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宫